好 歡迎大家回到新一集的 董漫漫衰 我是繼續對這個系列有些咬低的一心 是 我一直在想 只要給一支棒球棍應該就可以解決死 給一支棒球棍這個立花樹穴 整件事件就可以安全無事有什麼解決的L妹 是啦 先說回收聽方法先啦 就在Facebook上 隨便找到我們的Page 我們會訂閱Update節目 另外還有這個Youtube頻道 記得訂閱、收聽、按鈴鈴和全部留意我們更新 另外還有Facebook的Denote Talk 綜合討論區和MeV群組 大家有興趣可以按這個簡介的連結 審批過後就可以跟我們聊天吹水 另外逢星期五 一般情況下就會開Live做節目 或者播放龍祭的節目 由星期六的晚上 也會開Live和大家吹水 網代經營困難 大家如果想支持我們 當然就記得Subscribe Share我們的節目 另外還有就是有餘力 也歡迎大家透過簡介裡面的Payme 和PayPal的連結付今贊助 一百多十足完落了 你們支持我們 繼續努力製作節目的最大動力 謝謝大家 今集也是應應聽眾要求 因為這個零系列我們說了第一集 那... 我妹妹之前都問過聽眾們 如果繼續說下去大家有沒有興趣 大家都有興趣 所以決定繼續 而且因為L妹也完成了一個馬拉蟲之旅 做這個零系列的Gameplay 好累喔 既然直播Gameplay都完成了 那就... 不要浪費啦 我們都完成這個評論節目啦 那這次我們就說 故事線來說 就是這個零系列的第二集 但是... 就是這個零... 紅之蝶 但我們今集是會用這個真紅之蝶 那個版本去說的 先說一下它的背景 先說一下它的背景 先說紅之蝶那邊 紅之蝶就是... 他... 2003年的時候 就是... 在2003年的時候發行的 最初其實是PS2的版本來的 你說起... 其實原來我是之前... 我應該是之前曾經有個朋友借了一隻蝶給我 就是這個PS2版的時候 但是呢... 因為我真的太害怕了 所以我沒有玩... 沒有開過這隻遊戲 我也都不記得我有沒有玩到這隻遊戲給朋友 那我是最後沒有玩到的 但是... 我是有見過PS2版的 那... 而它... 後來呢... 在這個... Xbox啊? 是... 後來在Xbox... 04年就出了這個Xbox的Directus Cut版本 那... 新增了一些原... 故事... 是不是... 故事... 故事結局那裡加了東西 加了一個結局 還有改了一些東西 對... 然後呢... 這個就是熊之蝶的背景 而我們今集主要是講真熊之蝶 因為這個是Aaron會玩的版本 而且也是最... 如果是熊之蝶這個系列裡面 它的元素是最齊的 真熊之蝶 那真熊之蝶是什麼來的呢? 其實它就是這個... 呃... 這個2012年 那... V呢... 就是... 這個... 老吟那邊 V出了這個重製版的熊之蝶 那就叫做真熊之蝶 對了 那... 這個版本呢 它除了是... 呃... 剛才說的故事 或者是所有元素最齊之外 那... 而且也是... 它... 這個重製 不只是畫面... 撿靚畫面這麼簡單 它是個玩法上面 也有這個大幅的變動 那...就是... 因為... 如果... 我看一下... 那張斜蝶應該按... 對...按下一張 那... 第一...下一張就... 這一張呢...大家就看到了 這個... 左上角呢 就是這個熊之蝶 那...右下角呢就是真熊之蝶 那...其實除了是畫面清了 還有... 叫做...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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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格仔起得沒有那麼好重之外 那...其實另一個最大的分別就是事點上的... 的變動 那...其實呢... 這個... 這個... 大家如果有聽到上一集的這個零呢 第一集的時候呢 那...其實你知道他們原本的控制方法是舊世代的那些... 就是它是一個固定的畫面然後... 然後... 然後控制那個角色在... 在那張地圖上面周圍走...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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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但是... 我那時候的年代呢 其實已經開始... 輕... 這個... 類別一生就是看著... 看著那個角色的背中 然後就... 一直都是跟著那個角色的背中視點去... 去...行動的那種遊戲視點的 那它就... 用了這種遊戲視點去... 重製了整個熊之蝶的... 然後系統和相機上面亦都涉影 零系列其中一個重要的元素就是用相機打鬼 相機系統亦都不同了 畫面亦都不同了 這張slide都給大家看看 其實左上角是紅之蝶 大致上和第一集的零是一樣的 但到了珍紅之蝶的時候 整個介面是零 因為是先出了月色的假面 其實幾乎整個系統都是直接沿用月色的假面 不過當然有所跟動 譬如月色的假面不會因為射程 而靈力儲快還是儲慢 但因為紅之蝶本身是看距離 即是紅之蝶是舊版 舊版紅之蝶的時候 你跟幽靈的距離越近的話 你的零力就會儲得越快 所以就強迫你一定要走得很近去打 要紅老脈 對 然後這件事不多不少都有落去真紅之蝶那裡 真紅之蝶那裡 我看你的gameplay就知道 真紅之蝶也是要走近一點才能儲得快一點 你對那些會瞬移或者會 即是你儲到一半就會消失的幽靈 你就要控到很近 你趕快就儲滿這個計劇影下去 那就是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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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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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亦都卡在一起了,就是它全身爆紫色氣 你扣到差不多一血,它會突然爆氣 然後速度、威力都會提升 就會比較難打 不過這個也是,因為紅之蝶那時候沒有的 沒有的,真紅之蝶才加的 因為紅之蝶基本上都是原用回第一閘的系統 但是你問我,雖然很多人都評價 我看回,他真紅之蝶 無論外國,外國那邊和亞洲圈這邊的評價都高 雖然亦都有些風波 例如我推出這個外國版本的時候 他用了他的配音全部轉成英文 但是,零這種和式恐怖遊戲 那些人的對白轉成英文的感覺就不是那一回事 還有些人說他配出來的效果是沒有了恐怖氣氛 所以鬼佬那邊是罵了飛機的 就好像Silent NT那樣 GUNDAM SYKOS 我還想起最後變成Devil May Cry 不是,那個是笑的出聲的 所以這個是 所以紅之蝶和真紅之蝶的評價都是 大家的評價都是高的 而且真紅之蝶有一件特別要提到的 因為他是沿用這個月蝶的假面系統 他說還是進化了 所以這個由月蝶的假面新導入的 你最討厭的 一個叫做鬼手的系統 對 在這個真紅之蝶也有搭載在裡面 這個鬼手系統是什麼呢 就是當你去收拾物品的時候 他就會隨機 因為他改了做V之後 他為了要等你有一個恐怖的感覺 就是你每當去收拾一些跌在地上的物品的時候 是要看著你的控制角色伸手伸到那個東西那裡 然後就拿到那個東西 才算你拿到那個物品 是 然後就在你伸手伸到那個時候 他就會突然間有隻手在旁邊抓住你 是 然後你就要把V手伸到它 嗯 而在月蝶的假面的時候 這個鬼手系統呢 他只不過是針對在你強化那部射影機的物品上面 他才會出現的 是 而且不會對你有什麼效果 就是不會被抓到那個扣血 但是他會把你弄走強化的東西 但是被抓到那個東西就會不見了 是 就不能拿了 是 但是來到真紅之蝶 嘩就厲害了 扣血 就厲害了 哈哈哈 他呢會不停扣你血的 是 就是一被抓到他就會扣血的 是 而且 而且可以連續出現的 哈哈哈 是的 一被抓到就扣血的 然後呢 他那個幅度呢 出現的幅度呢 因為他是完全Random的 你是沒辦法猜到他幾時出到 你只可以呢 在拿物品的時候呢 就不是按特意 是連按 就是一隻手呢 然後就扣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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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方便回避那隻東西的 而我在玩的時候,我試過最高的4次還是5次? 3、4次吧,最密的那次 連續4、5次,我可以被他捉到沒了血 滿血,沒了 也扣得破金 馬上弄4符 但是製作組就說,這個系統是為了讓你更害怕而弄下來 但是當你玩到的時候,你就不會害怕了 你會覺得,又是你,死開啊 大家會覺得憤怒 而且畫面上真的調整得好和高清了很多 但是對比之下,我又聽到,譬如我自己玩了就自己玩不得了 這些都很好,我搞不得了 但是我看Gameplay的話,也都好像坊間也有經常說 會覺得是紅之蝶那個氛圍會比真紅之蝶的恐怖 那我自己看完Gameplay,我也有一點覺得是 因為真紅之蝶是撿了很多東西 包括主角兩姊妹的樣子 還有整個街神村的地圖 還有我想問,街神村現在是真紅之蝶的時候 好像很早期已經開放了整個地圖,讓你到處走 對呀,基本上是 對呀,這個也是那個年代的遊戲 都相對少了 連續按久,對呀 對呀,那次L妹 你可以看回那個長達十多個小時的Gameplay 但是那次是經常,基本上一撿道具就會出現的 基本上都... 都... 還有還是... 基本上你是要NT才會... 才會不讓他抓到 你看到他伸出來那一刻 他基本上已經收不住手了 他就會抓住你了 對了,魚鴨好像不會連續 魚鴨都會連續 但是因為魚鴨你有豐富的回血道具 你會覺得抓兩種是沒什麼問題的 這裡都沒有... 好過第一集的 叫做,但是都...都緊絕的 都不算太充裕的 對呀,怕到極點就是憤怒 沒錯 對呀,那... 然後... 那個年代呢 雖然這條村不算十分大 但是這麼快 可以開放地圖給你周圍走 這個都很少 那個年代的遊戲 應該都是... 一過了馮板家 就... 即一出馮板家就可以整條村走完 那當然那些屋不能進去 那些屋不能進去 但是你可以走到整條村的 基本上 然後... 然後... 紅之蝶就... 因為他... 真紅就執領了很多畫面 但是... 是連那些幽靈都執領了 因為... 那些鬼呢... 是... 那個形很會... 很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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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會高清的 那反而又... 拍下去... 即是拿相機對著他那一刻呢 沒有那麼... 反而有時候... 即是有一點點覺得... 啊... 他的樣子是恐怖的 還有一些動態都有一些... 有些... 有些... 會覺得... 啊... 這麼高清的 這隻鬼 但是... 在紅之蝶的時候... 他又... PS2的畫面又不是那麼清 還有他又... 有些... 是跟回第一集 第一集是... 是幫... 是那些... 那條村呢... 他又是... 因為... 反而就是因為... PS2那種... 那些畫面不是... 不算十分清... 起起地界 又不太好地 反而是... 那個氣氛那個營造的... 不是... 他好像再... 他的光度是再暗一點的 真紅之蝶是... 那個... 那個畫面... 都是陰層 但是那個色調是沒有... 沒有... 是... 比起... 紅之蝶是會鮮色一點點的 那... 所以... 紅之蝶的時候... 整個感覺是會再昏暗一點的 那... 那... 所以... 有... 都聽人說... 或者我自己看過一下... 這些遊戲都覺得... 紅之蝶那個... 恐怖感是會出一點的 那...但是... 不過... 其實... 真紅之蝶重製來說... 是所有... 故事上面最足啦... 其實... 是... 是差一點而已... 但其實我覺得那個... 那個不舒服的氣氛... 其實都是... 都是... 我覺得... 你說在街神村... 在... 馮曼家... 其實說那個很恐怖... 就是... 它的... 氣氛是很好... 但是你說很恐怖的... 是... 我覺得你真的要去到... 說感覺到恐怖... 是... 入到... 黑澤家... 或者是... 是... 那裡就真是恐怖了... 是... 裡面是黑澤家... 你一進去... 然後沙蟲那些... 又開始在... 追著... 是... 就是在那裡笑啊... 然後你又要去找沙蟲... 就是去找沙蟲那裡... 那些地方是害怕的... 是... 是... 而且又開始... 就是... 如果你不習慣系統的話... 開始你又... 不夠藥食了... 開始去到那裡... 是... 哈哈哈... 我... 跟大家說一下... 玩靈呢... 玩這麼多集呢... 最害怕的是什麼呢... 不是沒有菲林... 是不夠藥... 是不夠藥... 對... 還有一個... 變更點的... 就是... 這個其實是... 變來變去的... 就是... 強化射影機方面要用的東西... 那因為... 紅之碟呢... 那... 初代啦... 初代就是用攝影分數去... 強化射影機啦... 是... 那基本上... 其實... 這個是最基本的... 但是... 有時候會有改變的... 就是... 比如... 去到... 紅之碟... 其實紅之碟... 它... 是要用物品去... 強化的... 它就會有一顆... 叫做... 念珠的東西... 你要撿到那顆念珠... 才可以強化的... 是... 就是就好像... 然後... 然後... 這個也是去到... 月食的假面... 它也是用回... 這個系統就是... 就是... 月食的假面就是... 用一些叫做... 零力的碎片... 去強化那個... 射影機啦... 嗯... 但是呢... 來到... 珍紅之碟... 它又變回... 用點數去... 強化射影機... 它就沒有了那些... 不是... 它有那些零力碎片... 但是零力碎片... 就變成... 撿完之後... 你... 好像... 你... 那些...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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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 這個是... 真紅之碟... 和紅之碟... 中間的那個... 那你說哪種好呢... 我一定是推... 我一定是推點數的... 是... 對了... 我一定是推點數的... 就是... 除非... 除非... 你可以... 你好像月食那樣... 那些點數是可以用來換藥的啦... 是... 那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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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會推... 強化社機用其他東西... 因為我那些點數可以全部... 拿去換藥... 我... 99粒碎片... 哈哈哈... 我99粒碎片... 你救我打... 對了... 對了... 還有... 你說什麼... 你會說什麼... 就是... 紅之碟... 那個是紅之碟的事來的... 但就由紅之碟開始導入... 有... 系列是有主題曲的... 對了... 這個是十分重要的東西來的... 對了... 那... 因為初代是沒有... 歌的... 是... 然後去到紅之碟的時候呢... 就... 第一次加了這個主題曲... 就是由這個天野月子唱的碟... 嗯... 那由這裡開始之後呢... 就是... 零開始每一集都會有... 一至兩首的主題曲... 然後基本上... 大部份都是這個天野月子去唱的... 那... 而... 最重要的是怎樣呢... 為什麼我要說呢... 就是因為... 零系列的主題曲呢... 是每一首歌是很貼身的... 為這個遊戲而去寫的... 嗯... 再加上天野月子它的... 那些... 就是那個唱法啊... 那些感情的投入呢... 你是... 你每一次玩完這遊戲之後... 你再聽完這首主題曲... 你就會... 即是更加對那個... 故事呢... 是有更加... 多的感觸的... 嗯... 而特別是... 它有很多次... 很多時候的歌呢... 呃... 不是用主角的視點去寫的... 它很多時候那首歌呢... 其實它是會用... 裡面一些很重要的人物... 但是不是主角的視點去寫的... 然後去... 然後去... 更加豐富保養了那個故事的... 嗯... 嗯... 譬如... 紅之碟的話... 紅之碟的碟呢... 其實是用阿簡... 即是用姐姐阿簡的視點去寫的... 就不是用玩家操縱的阿靈去寫的... 阿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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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種中文... 是不是有用工作... 對... 但中文是零來的... 對... 三點水的零來的... 對... 所以那就是... 撞了一個動用... 撞了... 對... 那由刺青之星... 當然是用零去寫的... 刺青之星是... 比較特別的是... 是主角視點的... 嗯... 那...然後... 嗯... 《決賽的假面》呢... 其實兩首呢... 我自己來看... 兩首都不是用劉哥視點去寫的... 我覺得兩手都是這個灰源索葉或者灰源遙去寫 然後珍紅之蝶他就調轉 因為珍紅之蝶寫過阿簡 所以他這次就寫回阿玲珍紅之蝶的紅 就用回阿玲去寫 然後去到羽鴨 因為羽鴨有另一首就不是 一首就是天野月子 另一首就不是 不是天野月子那首叫彼岸花 那首就是用直理視覺 我自己覺得 我看完歌詞我覺得是 大家可能每個人看歌詞都會不同 我看彼岸花就是直理 但是天野月子那首這個鳥龍 就很明顯是這個鳳世視覺 所以天野月子的歌是 他以其他角色的角度再去描寫整個故事 你會更加深入 因為這個上集說的鳥龍的特色就是 他有很多時候的故事的推進 他不是用片段 不是用播片給你看 而是要你去執入日記 然後在日記那裡再把 然後再把自己串連好 那麼多本日記的時間線 那些東西才去理清 那些故事出來 是 但是天野月子的主題曲 就可以令到你更加明白到 那個角色的心情 或者是他在想什麼 嗯 對了 再加上每一首歌的旋律 都是很 怎麼說 很拿著 心去 即是令到你 啊 哇 很心痛 那樣的感覺 即是很突顯到他每一集 悲傷的情感出來 那所以是特別推 即是要說靈的話 你不可以忽略他的主題曲的存在 是 而這個主題曲 就是由紅之蝶開始導入的 是 是的 還有補充一下 因為 這個真紅之蝶阿妹是讀 是讀 是只有 中文只有一個讀音 就是阿靈 那但是 刺青之星那個 因為他是樹心邊加個靈字 那有兩個讀音 可以讀阿靈 或者讀阿蓮 那 看看你會不會分開 但是有沒有 一定 但是 如果你說 你跟日文讀音 是不是都是讀阿靈 會比較好 痴青之星那個 痴青之星那個 跟日文的當然是讀阿靈 對 那 那照叫阿靈 我補充一下 沒有關係 對 那 回來啦 這個真紅之蝶 那 看看 HK HELLO你好 他沒有令到你的點數不見 那些很好的 但是他扣我血 對 他也是叫你拍藥給自己 真的 我寧願不要升級點數 對 躍緊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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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是歌詞 很重要 對 你說HK 我會說刺青 刺青 刺青 刺青那集再說 刺青的歌詞 刺青的歌詞 刺青之聲的歌詞 那首叫做聲 是 聲的歌詞 嘩 看到歌詞 都覺得 深陰 那個 再加上故事 是 是 疊同熊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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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裡面有好幾句歌詞 就是說 我個人 疊同熊也是很棒的 但是我個人 我覺得熊那邊 是寫得更好 嗯 就是熊有幾句 就是說 第二段一開始 他說 究竟我要再醒過來多少次 我才可以 帶你離開這座山 去到這座山的山腳呢 這樣 然後或者 究竟我要再講多次 道歉多少次 才可以 得到你的原諒呢 那些 嘩 那些你聽完之後 嘩 這個不知道 是阿靈的心情 這個是八重的心情 他都寫下去了 然後你就覺得 嘩 整首歌真是瘋 瘋 你把故事夾起來 真是無敵 對 對 這樣 遊戲系統 基本的東西就差不多了 那我們 下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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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 轉個 slide 先看 就給大家看一下 阿簡和阿靈的樣子 我們跟大家說一下故事 故事就是說 阿簡和阿靈本身 就在一個村落那裡 就長大的 但是後來就離開了 離開了 但是後來發覺 到他們長大了之後 後來聽說 那一頭 就是以前的村子那一頭 那一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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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會起這個水壩 那 所以他們的村子就會浸了 所以他們就兩兄 不是 兩姊妹 雙胞胎姊妹 就去 去附近 想到懷面一下 那一去 那 就 突然之間 眼前一刻 就已經 去了一個 對 阿簡 阿簡就看到一隻 紅色的蝴蝶就在那裡飛 對 不知不覺 阿簡就追了上去 然後 但是明明阿簡 就是因為小時候 因為一場意外 那一隻腳就永久地是 半殘 是 我想說半殘 但是他有味道殘 所以 跑不了 就是沒有辦法跑步 對 那隻腳 明明是一個行動不變 但是 阿靈 追上去 就追也追不到 但是當他追到的時候 他們就發現 他們去了一個 陌生的地方 而 在這個陌生的地方 他們一看 在高台那裡看下去 就看到有一條村 在那裡 然後 他們就 意識得到 他們就進去 他們這個 故鄉的地區裡面 一個傳說 一個流傳 在坊間的 都市傳說 在一條叫做 消失於地圖上的村莊裡面 是 那前面就是這條 消失在地圖上的村莊 就是這個 街神村 然後 就是 說他們兩個困在這裡 然後 一開始就 不知道 什麼事 但是 比如 一路 推進下去 阿簡 發覺阿簡 越來越不妥 然後 阿靈 一路 機緣巧合之下 就撿到這個射影機 就是這個 一路靈裡面的關鍵道具 對抗不同的靈體 然後 但是 兩姐妹 一路推進之下 就發覺到 譬如 關於街神村的歷史 以及街神村的相關 如果有聽上一集 大家都知道 零 一貫的傳統 就是這條村會有一些儀式 去阻止某些災禍的發生 但是儀式通常都是很不人道 很殘忍的 然後 一路 就 就是 由阿靈 去 一路 去 想去救家姐 然後一方面 又說她怎樣 去撿不同的文件 去了解解解神村 發生什麼事 對了 那在這裡 長期發生的就是 什麼呢 長期發生的就是 當阿靈 追到阿簡的時候 但是突然阿簡 就會不知道 去了哪裡 然後阿靈 就要繼續去找她 然後 找到她之後 她又會突然間不見了 是 對了 就是不停重複這件事 然後 在追尋著這個 就是不停去找 當阿簡 的時候 那 就會 在阿靈 找阿簡 的圖中 那我就 發現到一件事 就是 阿簡 她的 開始說一些 不是 她會知道的事 就是她不停 她開始會說 阿姐 為什麼 不是 對了 姐姐為什麼你丟下我 姐姐 我們不是說要一起做儀式的嗎 對 我們不是說要一起去祭典的嗎 對 為什麼你要拒絕我 對 然後 但是阿靈 一聽到就 嗯 說什麼 對 說什麼 姐姐 我們快點走 你說什麼 但是 對阿靈 就是 然後阿簡 看著阿靈的視線 就 開始 越來越不是看著阿靈 她好像是看著別人 嗯 然後 在 找到一些資料 就是關於這個 這條街神村裡面的一個 祭典 它叫做祭典 但其實就是儀式 就叫做 紅字祭 嗯 而這個紅字祭是做什麼的呢 那就是說 這個街神村是一條 成產雙胞胎的村落 是 是 而到了 每一段時間的時候 他們就會舉行一個叫做 紅字祭的祭典 而在這個祭典裡面 主角就是 他們這條村的其中一對雙胞胎 是 而 這個祭典是要做什麼的呢 開頭 不是說說得那麼詳細的 只是知道呢 是由雙子去做這個祭典的 那 然後當 阿靈 為了 找更加多的線索 和找回阿簡 再逃離這條街神村呢 他就踏入了這個 村莊的 首領 的家 而街神村的村莊的首領 就 不是以村長為稱的 他們 因為 這條村的中心 是以紅字祭來圍繞住這條村的 所以 他們的 村莊的首領 也不是叫村長 而是祭主 而當代的祭主 不可以說當代 應該說 街神村滅亡之前的祭主 就是一個叫做 黑澤家 的家 而 而 阿靈 就踏入了黑澤家 當他踏入黑澤家去找阿簡 的時候 他開始發現 有一個 穿著白色和服的女生 全身穿地在黑澤家裡培回 而且不停地在那裡大笑 在那裡 瘋狂地大笑 而 而且 而且 他去過的地方 也是阿簡去過的地方 或者 應該說 他好像是附身了 在阿簡身上 然後再追尋下去 阿靈在文件裡面 就發現到 一對叫做 黑澤家裡 也有一對雙包胎 分別叫做 黑澤八蟲 和黑澤沙蟲 而這對雙包胎 也是要去執行 自製的 一對叫做 雙子巫女 的存在 而同時 在這個 黑澤八蟲和黑澤沙蟲 也都 要成為這個雙子巫女 之前 有一對村外的組合 也都來到這條圈裡 這個就是 民族學家 真碧青次郎 和他的助手 中方良壯 而黑澤家 就把這對 師徒 就當是客人 收留了 熱情款待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以他們的方式 以他們的方式 那 最初是熱情款待 是的 那 有原因的 就是熱情款待 哈哈 那 對他們熱情款待 而這個中方良壯 其實是 從小時候 就已經一直 是 因為他爸爸 是一個商人 是一個行走的商人 所以就 其實是 周不時會帶上 他的兒子 中方良壯 進來這條街頭 去放下貨 所以這個中方良壯 其實也和這個 沙蟲百蟲 甚至是他們的朋友 就是另一家人 這個叫做 蠟花樹穴 也是認識的 是的 那 過去的事 就是 追查到這個 點 但是 也都 開始發現 好像是之後發生了一些事 令到村子滅亡了 嗯 而 零在追尋所有東西的時候 他也都找到 一個 倉庫 嗯 而裡面就 有一個白色頭白的 男仔在裡面 而這個男仔一看到 零的時候 他就說 說了一句很匪夷所思的 就是 百蟲 百蟲為什麼你回來了 你快點帶沙蟲走 儀式快點開始了 你快點去找回沙蟲 而這個白色頭髮的少年 其實就是這個 剛才說的 蠟花少月 嗯 原來這個蠟花少月 就說到 他在以前 白蟲和沙蟲 要進行儀式的那一天 他策劃了一個 逃走計劃 等白蟲和沙蟲 可以逃離 這條街神村 嗯 但是 事後 就 失敗了 等於 沙蟲 就回來這條村之後 就 舉行了 那個叫做 紅字祭的儀式 那 因為 這個儀式是需要雙子去進行 而 只剩下一個 所以這個儀式就失敗了 這樣 那 那 樹月月看到 這個 跟白蟲一樣樣的 阿靈 他就 以為阿靈是白蟲 所以就 立刻跟他說 就是 喂 沙蟲他回來了 你 你不是說帶他走嗎 為什麼他回來了 又回來了 你快點帶沙蟲走 那 所以就 就才說出一番 這樣的說話 那 然後 在追查下去 阿簡也都 越來越 跟這個 沙蟲 的 靈體 那個 可不可以叫同步呢 嗯 可不可以叫同步呢 我不可以 又不可以說同步 即是 越來越同化 即是他越來越同 沙蟲同化 嗯 那 他開始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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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跟阿靈說 就是說 欸 我們 幸好要在一起 嗯 嗯 然後他也開始叫阿靈做姐姐 對 這樣就開始叫她做姐姐 然後就 我們不是說好一起 要去儀式 為什麼你要丟下我 然後是 欸 開頭呢 都是很間諜 間斷性的 但是後來就越來越密 越來越密 然後去到中間 有一段就是 說到阿 阿 阿靈呢 就不小心走進去一個 爐裡面 然後那爐 他走進去之後呢 就鎖住了 鎖住了之後 阿靈呢 為了找鎖匙去救他 那就 要暫時離開他 嗯 而在這裏呢 他也都 阿靈呢 也是更加 怎樣說 叫做 即 更加變得像沙蟲 嗯 就是在這裏更加惡化下去了 那情況 然後 那隻頭說什麼 你說會永遠跟我一起 你說你不會離開我 你現在竟然離開我 接著阿靈都爭了頭 說 姐姐我要救你喔 我救你我要走開拿鎖匙 你等一會 好嗎 但是又 但是那個人 都 阿靈呢 就不斷重複這些說話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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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當阿靈去找鎖匙 找到回來的時候 厲害了 阿靈又不見了 是啊 原本打算要找鎖匙開的門都開了 都開了 都開了 他就想 What 我收拾鎖匙收拾這麼久 做什麼 而在那間房裡 就開始找到一些 關於這個意識的一些古文書 就寫到 這條街神村的地下 是有一個叫做 那他那時候的古文書裡面 就用靠叉來寫了 因為靠叉就是 那個地方的名字是不可以說出來的 是一種禁忌 我們現在說故事 我們可以說出來的 是 而他就說 他在地下 有一個叫做 虛的大坑 嗯 而這個虛呢 也就是 這個街神村的 這個叫做 水上地區 這個水上地區裡面有的 跟另一個世界連接的門 也就是 第一集的 王泉之門 上等於第一集的 王泉之門的 一個地方 然後就說 在這個虛裡面 會有一些 黃泉的障氣湧出來 嗯 而如果當這個 黃泉的障氣湧出來 那 就會引起一個叫做 大嘗的災厄 當然被障氣吞小了 之後就會 那裡就會變成 寸草陌生 那些人也都 生活不了下去 那 之餘此類 而他們街神村 就是負責 要封住這個虛 讓他的障氣不可以湧出來 嗯 而 雄志祭呢 就是為了要封住 這個虛而執行的儀式 嗯 嗯 那 嗯 雄志祭 最關鍵的那樣東西就是 要由 一對雙子去執行 這個儀式 嗯 然後這個儀式是由 雙胞胎的姐姐 去 去 親手捏死 那個妹 然後再把妹的屍體 丟進去 虛裡面 是 然後那個妹呢 呃 的身體呢 不可以說是身體 它是靈魂 是 又或者是 就會以呢 他姐姐的那隻手的痕 就是他姐姐捏他頸 那時候 在他頸上造成的那個 傷痕 是 圍形 就會化為一隻 紅色的蝴蝶 那就由虛 回來 街神村 那麼就作為街神村的守護神 那麼守護 就是在虛那裡守 怎麼說 守護這個街神村 不用受到虛的吞勢 這樣 是 對了 那所以 這一座村 為什麼他們一開始 會被一些紅色的蝴蝶 引進來呢 或者是這一座村 周圍都會有一些 雙子的地狀 是 供奉在那裡 就是因為 這條村一直以來都是靠雙子去 呃 的犧牲 去圍繫著的存在 就是圍繫著這個地區的存在 是 那所以他們對於 會化為守護神回來的紅之蝶 是十分之景仰 也都會對 呃 他們要犧牲的雙子 是 呃 是 一個叫做 巨怕 或者是一些 定位 定位的存在 是 對了 那 但是 再追查下去之下 也都發現了 在 沙蟲白蟲舉行儀式之前呢 其實也都有一對雙子去舉行儀式 但失敗了 所以才 臨急要 要 沙蟲白蟲 去 做這個 紅之劑 而這對 失敗了 的 儀式的雙子 其實就是 立花薯月 和他弟弟 立花木月 那 也都因為他們的失敗 而令到 虛 的 瘴氣 開始越來越嚴重 甚至 已經出現 這個水上地區附近 有大巻 作物失修之類的 已經開始有一個 很大的影響 而 剛好在 沙蟲白蟲 可以去進行儀式之前呢 這個 真碧青翅郎 和 中方良壯 就來到這條村了 是 而 在他們的雜族裡面 也有提到 就是說 如果當紅之劑失敗了 不用怕 是有替補方案的 是 很難得的 很難得 是有替補方案 很難得的 平時那些 壞了就收皮了 不是 這個有補鑊的方案 這個 那 那個替補方案就是什麼呢 替補方案就是 找一些 不是街神村的人 嗯 把他削成人棍 是 但不能讓他死 是 蜜蜜蚜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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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被他死 然後拋被他生夠架裡面 就等在 Layer鰻趁補 讓他把蜜蜜抱 那為什麼 要僱下削成人棍呢 因為蜜蜜 是以痛苦為糧食的 你要以痛苦去封住它 所以不是雙子的話 你就要令到那個祭品感受到 無盡的痛苦 之後將它丟進去 虛就會間接承受了那個痛苦 就可以一時間鎮壓著虛 對 所以 恭喜你 恭喜你真碧青池龍 而最壞的是什麼呢 最壞的是這個真碧青池龍 既然他作為這個靈系列的民族學家 即是他對這個 任何有關與另一個世界的民族學 是十分有興趣的 他很想去見證什麼叫熊智寨 很想體驗 體驗和去記錄這個熊智寨 對 所以就向他的朋友麻生借了一部攝影機 就想過來就有一個田野考察 對 對 做Fillwork 結果就發覺原來不只是田野考察 他還可以親身參與其中 對 結果他就交交一下 就變成這個蝉 即是木字邊加個契字的蝉 那就是 其實是一個 即是好像這個 將回小說人的蝉子 就是有一個 將 其實是一些頂著一些東西的意思 所以其實他 即是一顆柱 變成人棍的一顆柱 幫你頂著那個虛的意思 對 對 最初進去 大家都熱情款待 他心想 為什麼大家對我這麼好的 對 對 對 接下來有祭典 我們有燒豬吃 哇 正好有燒豬吃 結果 sorry 燒豬就是你 叫做是你 沉浸式體驗 沒錯 親身參與其中 不是 他最後也有寫的 我記得一個歌 他最後那個 他知道 他說 嗯 我好像察覺到有點不同 我還是要先送中方 等他免得成為犧牲 但是 我要留在這裡 為什麼 我想親身見證 他就是說 即使 我會很大機會 會成為活祭品 但是 如果可以有機會 可以親眼見證到虛 和 紅字祭的話 那又有什麼所謂呢 對 這個是 這個 敬業 敬業 可不可以說他敬業 文宗學者 文宗學者 對 不是 成接上集 真的是高危職業 靈裡面的 靈裡面的 文宗學者 都是一些 高危職業 對 就是 他自己領了東西 但是 送走 中方 也都 叫做中方 中方倫狀 也都 在 和 樹月 和 白蟲 沙蟲 合計之下 協助 白蟲 和 沙蟲 逃走 真的要進行 儀式的那一天 白蟲 就在 樹月的 協助之下 就和沙蟲 一起逃離了一條村 但是在這個時候 沙蟲就一個滑腳 是 就滑了下崖 是 咦 這個情況 就滑了下崖 然後 和沙蟲 走散了的 白蟲 就在森林裡面 不停找 沙蟲 但是 沙蟲滑了下去之後 他就 抱著一個 心理就是 我滑了下去 和姐姐失散了 說不定姐姐會回到村裡找我 那我不如回到村裡 然後 然後沙蟲在 就是在這裡 阿靈一直追著阿簡 然後去找到這些 就是 他找到不同的 這些線索 筆記的時候 他也開始看到就是 白蟲和沙蟲的 一些 對於這個 他們的命運的 看法 是 對 那 姐姐的白蟲 對於 同志就是 抱著一個 反對的 態度 就是 他是 一直想著 就是 要 離開這條村 要找個機會逃走 就是 不可以兩姊妹一起死在這裡 嗯 嗯 我跟沙蟲約好過 一定要永遠在一起 但 不是 要以 他死了之後 他的靈魂陪我 在一起 我要 跟他一起 對 一直撥下去 對 但是相對的 沙蟲 他就是 因為沙蟲是一個 體弱多病的人 而 他也知道 以自己這麼體弱多病的身體 他是不可能一直 跟著他姐姐一起 即 即 無論是 可能是 會 得病早死 或者是 他姐姐可能會離開這條村 但是他不能 體弱多病 他沒有辦法離開這個街神村 嗯 所以他 在知道 街神村 有紅字祭的這個儀式 他知道了儀式的內容 因為他是阿妹 所以他是 被 白蟲殺那個 嗯 而沙蟲也都在這裡的時候 他也都 開始就是覺得 如果我死了 我的靈魂可以跟白蟲在一起的話 為什麼我們要離開這條村 為什麼我們要離開這條村 嗯 我可以永遠跟家姐在一起 那執寒意識有什麼所謂呢 有什麼所謂呢 還有他說 既然如果我們完成了 即是他說 因為悲劇會一直發生 但是如果我們完成了悲劇 完成了之後 可以暫時令悲劇停止的話 其實做也都沒有所謂 他有一點是這麼說的 不過當然他主要是想跟白蟲一起 他自己也是 是的 而來到這裡的時候 阿靈也都 即阿檢已經完全跟沙蟲 同化了 對 而阿靈也都 看見 即是看了這麼多線索 或者是接觸了被沙蟲 同化了的阿檢之後 他也都 嗯 怎麼說呢 他是為了要阻止這個 不可以說阻止 即是他一直以來 都是為了想帶阿檢離開這條村 但是不知不覺間他也都 好像受到一些帶領之下 即是他的腳步不是向著這條村 脫離這條村 而是 而是不停深入了這條村的秘密裡面 是的 然後去到最後的關頭就是 本身他們已經找到一個出口去逃走 嗯 在小月的提示之下 嗯 但是 在他們臨走之前阿檢也都 再一次 不是再次 即這次不是他自願的 而是他給一些 執行這個 紅字祭的一些 叫做公事 也就是公事 也就是神道裡面 嗯 的一些 那些叫做什麼 那些神官 嗯 就叫公事 就給這條村的公事 也就是這條村的四大家族 就是這個 黑澤家 嗯 馮板家 同身家 和隨原家 嗯 這四個家族的公事 以及其他一些負責執行儀式的一些叫做 黑澤家的最深處 一個叫做 城之月堂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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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過了那裏 那裏去找 啊 這個 即是在城之月堂那裏 首先擊退了一次 這個黑澤家的祭主 嗯 然後再深入下去 去到這個虛的外面呢 在這個時候呢 就遇到這個 化為了這個 呃 強大的 怨靈 嗯 的 呃 真碧青次郎 是 對了 就是這個叫做 城之南 真碧青次郎 是 那為什麼會在這裏 遇到真碧青次郎呢 其實就是因為 呃 呃 呃 當年 這個儀式的失敗呢 就是因為 啊 沙叢一個人呢 回到村子之後呢 呃 這個他們 呃 呃 呃 就是這個黑澤家的祭主呢 就覺得 就在那裏心想 不行的了 我們一定要 怎麼都要 不舉一人紅字祭的了 再不舉一人就會發生 就會引起大祥的了 那 然後他呢 就說他在 翻查這個古文 就發現呢 曾經有一次呢 是試過呢 也都是缺失了 一邊 的雙子巫女 而執行了這個儀式 那但是呢 他就沒有看到 成不成功 也都不知道那個儀式 最後是變成怎樣的 但是根據於呢 那街神村到現在都沒事 應該是成功的啦 是 那他就說 不行的 一個人都要先頂住 是 那然後就 呃 即使是只有沙蟲一個人呢 他都拿了沙蟲去執行這個 這個 紅字祭的 是 是 那但是 那然後 所以他就 強硬一點 搞不掉 那為什麼 一定要雙子呢 因為他就是說 雙包胎呢 呃 呃 呃 有這個 叫做 當雙包胎啊 呃 他們的零 因為他們的 他們的 他們的 地方流傳下來 那個 那個 叫做 叫做 典故 那個典故 雙子本身是一體的 雙子本身是一體的 而這個一體的雙子 當他的靈魂重新 合而為一的時候 就會產生 神一樣的力量 是 那然後他們就是 要靠這個 他們合而為一的時候 所產生的力量 去封住這個 這個虛的 嗯 那所以就一定要是雙子 去執行這個儀式 是 是 那但是 他現在就 隨便找傢伙 就立死了 沙蟲 然後就把沙蟲 放進去 那就失敗了 是 那結果就 引起了這個 大嘗 是 而在這個大嘗 引起大嘗的時候 真碧青翅郎 也同化為這個亡靈 就跟著沙蟲的怨靈 就 在引起了大嘗的街神村裡面 大開殺戒 是 那就殺了整條街神村的人 嗯 嗯 所以他的田野手刷是非常成功的 他自己參與這個 大嘗的部分 哈哈 沒有人讓你參與 參與到 沒有一個民族學者讓你的參與度更高 這個 恭喜你 總之結果 整條村的人 就被他和沙蟲殺了 然後 跟著 也都 隨著大嘗的 脹氣 這條 整條街神村 也都消失了 在地圖之上 對 對 而當年的最後 其實 八重 一直在村外 找沙蟲 找不到 然後 最後 在這個 街神村被 脹氣 籠罩了之後 八重 也都 暈倒了 在村外的森林 然後 來接他的 中方糧狀 就找到了 中方糧狀 在之後 就接走了 八重 而八重 在後來 就 失去了 對於街神村的記憶 是 也都 由本身 一個比較開朗的性格 看日記 都看到 她是一個很堅強 很開朗 很硬正的女生 而就變成了 好像 沙蟲一樣 一個 體虐多病 然後對所有事情 很有嚴惑 或者是 變成一個 多疑 或者是一個很軟弱的人 然後 為了 當他們 八重 和中方糧狀 結婚之後 又生了一個女 叫做 美琼 然後 中方糧狀 為了 讓 他的 八重 可以 治好 身體 好一點 再加上 中方糧 為了他的 民族 研究 然後 他們 一家人 就搬到 一個叫做 冰室帝的地方 對 對 所以 黑雜 八重 也就是 後來的 中方八重 對 而他們的女兒 中方美琴 也就是 後來被 初少家收養的 初少美琴 對 對 街神村出生的八重 也就是 我們的 第一集主角 這個 初少心虹的祖先 對 所以 你只要追溯這個源頭 原來 心虹其實是 街神村的血物 對 怪不得 靈靈那麼強 對 這個就是 過去的 事件 對 對 而來到這裡 那 那 阿玲 也都 為了 要 尋回她 即是 要接回阿檢 也都來到虛這個地方 那 同時 為了要脫離這個村 那 那 都是要 完結了這一切 才可以離開到這裡 對 那 這裡就是 在阿玲 幾經辛苦 擊退了這個 就是 真壁清次郎 的 成之男的怨靈 那 他來到虛那裡 那 就 找到這個 終於找到阿檢了 那 而 和 沙蟲 完全同化了 的阿檢 在這裡 也都 和阿玲 說 就是 同時是兩個身份 也都是說 白蟲你今次 回來 是不是真的會 就是 終於肯回來 和我一起完成這個儀式 那 而 作為阿檢呢 就是 和阿玲 說 就是 來 姐姐殺了我 不是 阿玲 你殺了我 這樣的話 我們就可以永遠在一起 那 而 而 這個結局 就是我們現在說的是 紅之蝶的結局 就是正式的結局 是沒有說到的 但在其他的結局裡面 其實有提到就是 其實阿玲 在 看穿的那一刻 開始 亦都和阿檢一樣 阿檢就被沙蟲的 怨靈附了體 而阿玲呢 其實就是在 就被 呃 怎麼說呢 就被年幼的沙蟲 年幼的八蟲的一個 叫做 殘留的意念 就附了體 其實八蟲在 街神村 引起大城的那一刻 他的 一些殘留的意念 亦都同時 被 留下了在這裏 那 而 八蟲的殘留的意念 亦都在阿玲 來到的時候 都附了去看 所以阿玲 其實所有的行動 在不知不覺間 其實也是受到八蟲的影響 嗯 那來到這裏 為了要完成 即是 令到街神村 呃 的 助就可以解開 或者 亦都是為了完成阿玲的心願 阿玲在這裏 也都 捏死了 阿玲呢 然後把阿玲 投了進去這個 這個區裏面 你會不會說回 這個兄妹的問題 對 現在說了 那 但是 來到這裏就是 即是 前面說了 但是 在遊戲裏面前面說了 就是 為何會是由阿玲 去殺死這個阿玲 而不是由阿玲 去殺死阿玲呢 其實因為就是 在 明治時期的時候 其實日本是有頒布過一個令 就是 從此以後 所有雙胞胎 一律 出生 一律 跟西洋一樣 先出生的是 姐姐 後出生的是阿玲 但是 對於 一條被封閉的村落 外界對他們是不會有任何影響的 即是外界的任何改變到他們不會有影響的 而他們 只會執行 自古以來一直以來流傳下來 自己繼承下來的那些 那些 習俗和那些 規條 所以 這個 其實是阿珍碧青次郎 是有問過 這個 黑澤家祭主的 那他就有問過 啊 那現在外面 說出生的那位姐姐 那你們這邊怎麼辦 而黑澤家祭主 亦都是對此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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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分之 叫做 怎樣呢 撕出神秘的笑容 還有一個 皮笑 他說 比較皮笑的 態度就是 哼 外面怎麼搞 關我們什麼事 我們一定是跟回我們的規條 後出生的那個是家姐 嗯 那所以 就是 為什麼 八蟲 和沙蟲 明明 沙蟲是阿妹 八蟲是家姐 但是不會是八蟲 對應 零 沙蟲對應 阿簡 就是 因為是反過來的 他們那個時代 和現代 對 對 所以 如果以現代的角度來 就是 如果你套進去的話 其實 阿靈才是家姐的位 而阿簡才是阿妹的位 所以就是 最後是由阿靈 去殺死阿簡 去完成這個熊子仔 嗯 對 而在 親眼看著阿簡 化為了熊子蝶 和其他 戒神村的熊子蝶 一起 就是解開了這個助奏之後 那 阿靈也都離開了這個戒神村 嗯 那 在之後 就好像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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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往的 熊子仔裡面 留下的那個人一樣 嗯 就是那一邊一樣 在阿靈的頸上 都出現了一個 手痕 手的 握痕 就是一隻 紅色的蝴蝶的握痕 在他的頸上出現了 那麼 就是 阿簡的靈魂呢 也都 就是 回來了 跟這個 阿靈是合而為一 嗯 就是永遠跟阿靈在一起 這樣 嗯 那 這個是 正史的結局 那 來到這裡 其實是 當然我散了很多東西 是的 散了很多東西 但是 欸 正史是一個 好 淒涼的一個 一個 姊妹情的故事 我可以跟大家說 這個 這個也是 其實這麼多代靈 來說 紅之蝶 紅之蝶 或者真紅之蝶 是最 應該算是最動人 或者最多人 最出名的一個 熊仔 因為 最重要是 因為 不算 XBOX版 追加的結局 或者我不說 真紅之蝶 那些結局 先 只是說 原版 PS2版 它三個結局 它有三個結局 是 三個結局 沒有一個是 沒有犧牲的 是 就是三個結局 都是會有犧牲的 是 而當年對於這三個結局 所有玩家 是 表示 為何 這班製樂 還可以做出一些 這麼沒有人性的 事 的事 是 而也是因為這樣 所以 更加打響了 零的名堂 在恐怖遊戲界裏面 是 沒錯 是 那我們 之後 我們現在就 再說 其他結局 是 因為我覺得 補完其他結局 才可以更加 可以看到 阿簡和阿零 對於 兩姐妹的 那個 那個 感情 是 因為其實 你玩完整個遊戲之後 其實 你會看到 是看到 八重 和沙重 的感情 但是 阿零和阿簡 那個感情 你是 你只可以 把他們代入 八重 和沙重 去看 其實他很少 這樣說 他們兩個 很明明 這樣說 故事流程 其實是 一直都是說八重 和沙重 或者阿簡 阿簡 都說得比較多 因為你會撿到 那些叫做 靈石 然後用那些靈石 收音機 就可以聽到阿簡 那一刻 他的心聲 但是 其實很重複 但是 我要說 其實是很重複的 就是他基本上說 哎呀 一時就說 八重為什麼你不遵守承諾 然後一時就說 阿零 我們會在一起的河 你不會離開我的河 來來去都是那些 就是這樣 嗯 但是對於阿零 對阿簡 其實他沒有說那麼多 對 對 他從頭來都是 姐姐我們快點走 對 姐姐你說什麼 姐姐走啦 總之 走 走啦 走啦 這樣 而去到熊蝶結局的時候 你是 可能會 覺得有點奇怪 就是為什麼阿零 不會那麼順滩去 去 聽阿簡說 然後去 拈死他 拈死他 是 但是看完其他結局 或者是後來的追加結局 就會更加清楚了 是 是 對了 那我們現在 有一個 那個搞笑的結局 我們就不說了 我們說 是 說一些正規的結局 先 那首先就是 正轉 不是正轉 就是原作 這個 這個 原作三結局 這個 原作三結局的第二個結局 就是 難以到 Hard或者Nightmare 才可以玩到的結局 就是 當擊退了這個 真壁青刺狼之後 呢 沙蟲 也都 用阿簡的身體 襲擊阿零 這個時候 也都要 呃 才是這個 怎麼說 真BOSS 真正的LastBOSS 其實就是沙蟲的 這樣 這樣 那 在贏了之後 那 阿沙蟲呢 就 欸 就被阿零 這樣 就是 用攝影機 驅了出去 這個 這個 阿簡的身體那裏 那 阿零 為了救阿簡 呢 就拉回阿簡上來 但是同時間 他們都 看了在虛裡面 那 而虛就是 直視到阿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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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虛就會吐槽 看什麼 沒錯 對阿虛 對阿虛 然後虛呢 因為它是一個 就是跟另一個世界連接的 一個境界線的地方 對阿虛 所以虛呢 其實它有一個禁忌 就是不可以看不可以聽 對 直接可以看 所以一直用 文獻上尾才會用 考察去記載 對 那就是說 你去看虛的話 你就會失明 你去說虛的話 你就會 失去你的話聲 你去聽虛的話 連你的心靈都會失去 文件是這樣寫的 而直視了虛的 阿靈 因為這樣而 是盲了 對 而 但是 即 以阿靈的視力作為犧牲 但是他們兩人都成功 由這個 這個 階神村 生還出去 對 但是 亦都因為這樣 所以他們 姊妹的 情況就是調轉了 一直以來就是 因為受了腳傷 所以就是 由阿靈去照顧著 阿靈 但當阿靈 盲了 之後 就由阿靈去照顧著阿靈 但是 最恐怖的事 是這個結局的最後 阿靈 阿靈是 阿靈是 十分之 陰陰嘴 在笑著 對於這個情況 對 對了 因為 終於可以 和阿妹永遠在一起 是因為他不可以沒有了自己 他慢了 所以一定要我照顧他 他不可以沒有了我 沒有了我 對了 而 正史的熊之蝶 這個 製作組 他們說 熊之蝶的結局 是最壞的Happy End 對了 而這個 剛剛這個叫做 虛的結局 就是最好的 對 對了 我們留下一個 最遇到盒的那個 我們留下最後才說 好嗎 好可以 對了 而另一個結局 就是 真紅之蝶的追加結局 其中一個 就是 叫做 陰制 對了 這個就是說 因為 因為 用太多時間去打 這個 真碧青次郎 就會引發這個結局 當然還有其他條件 但是最重要就是 但是 完成了這些條件之後 如果你在 打真碧青次郎的時候 拖得太久 就會引發這個結局 就是說 因為拖得太久了 所以呢 這個 在虛裡面 那些瘴氣 都噴出來 這個大嘗 也要再次引發 已經趕不及了 嗯 那 那 那 阿檢就 跟阿玲說 就說 明明你一個人可以走的 你為什麼要留在這裡 跟我一起 那阿檢 阿玲呢 這個時候就 即 答回阿檢就是 如果你要我一個人 在失去了你的痛苦裡面 生存下去的話 那我寧願我跟你 一起在這裡死了 嗯 那然後就 那然後就 就是 兩個就在這裡 在這裡被這個 虛的瘴氣 被這個大嘗吞小了 是 就是一個這樣的結局 都是另一種 永遠在一起的方式 對了 而也是在這個結局裡面 才知道 就是 原來 阿玲的心裡面 其實都是跟阿檢有一個 同樣的想法 是 就是 如果要分開 那為什麼 如果要我們兩人 會分開 那都不如一起 一起死 就是 原來阿玲對阿檢 也是有那個執著 在那裡 就是不止是阿檢 但是 唯一一個 只是這個結局 才有 表達出來 表達到 表達到 就是有講到 少少提到阿玲 對於 令到阿檢 那隻腳受傷 有愧疚 但是 沒有再深化到 這件事之後的情感 是什麼 但是 這裡就很明確地說 這 不是純粹腳傷 而是 我跟你一樣 我都是 覺得我們是 我想永遠跟你在一起 是 其他結局都沒有這件事 然後 還有一個就是 這個是 最 令人震驚的結果 這個是 令人震驚的結果 是 而且 他那個表達 就是他整段影片 是看到我 心寒的 我想說 是 是極度之心寒 那這個就是 真紅之蝶的追加結局2 凍蝶 凍蝶 那這個就是 呃 也是要跟沙蟲的對決 但是 激去了沙蟲之後 那 那 那 阿靈呢 就是跟阿簡哥 不要再 離開我了 但是 對於這樣的阿靈 阿簡就 拿起阿靈的手 就說 那你不如捏死我 不是你不如 那你就捏死我 但是阿靈也都 在這個結局裡面 他就 拒絕了阿簡 他就 呃 不想殺死阿簡 嗯 那 而因為被阿靈拒絕了 呢 再加上呢 這個 這個 沙蟲 好像沒有完全 將沙蟲 由阿靈的身體裡面 驅除出來的影響呢 那 這次相反的阿簡就說 那既然 我們沒有辦法成為一體的話 那 不如我們一直在這個痛苦 在這個地獄裡面 那 然後 好像沙蟲那樣 瘋狂地笑起來的 阿簡 然後 阿靈在看到這樣的阿簡的時候 他突然間 終於記起一件事 就是 在當年 阿簡 扇腳 掉了 那個斜坡之後 阿靈去找回阿簡 然後 那時候 其實阿簡 不是 他好像在哭著 那樣 但是他在哭著的同時 其實他在笑著 他看到一隻腳傷了 他是在笑著 他不是哭 這麼簡單 他表面上好像在哭著 但實際上 他是 一邊 哭一邊在笑 還要是 很開心地笑 因為他知道 他可以用腳上去綁住 背 沒錯 因為他知道 如果我受了傷 不 即是 我現在受了傷 這樣 阿靈就沒辦法離開我 那我就可以永遠 把阿靈留在我身邊 而這裡 最重要是什麼 最重要就是 就是 在任何一個打沙蟲的時候 即是任何一個打沙蟲的結局 在沙蟲的時候 沙蟲的時候 沙蟲的心聲是會 以一個背景音效 不停響起 然後裡面 其實有提到 那一個滑落斜坡 是他特意的 那一場 不是意外 而是他為了 束縛著阿靈 而做的事 所以當他滑落斜坡 看到自己的腳傷了 為何他笑 他就說 我成功了 阿靈不會再離開我 我已經 可以永遠束縛著他在我身邊 是一個這樣的心聲 當阿靈回到這一刻之後 這個時候阿靈 已經在他面前說 我們永遠要一直在這裡 然後兩隻手 伸到阿靈的頸 然後刻望 然後刻望 刻望完之後 就去到第一次沙蟲出場 那個大廳那裡 那裡有很多屍體 那裡 那個畫面我真的很瘋 在那個大廣間那裡 那裡有一隻熊蝶 很虛弱虛弱的飛 然後之後 然後 在他拍完那隻熊蝶之後 看到的就是 雙木不眼斃的阿靈 是 就躺在這個阿靈的膝頭上面 是 然後 然後 在這裏就留 那個 叫做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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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又拍著 他拍著 一個畫面 拍著 在一個 和 和 和人偶的房間 那阿靈呢 在那裏幫阿靈 在那裏幫阿靈化妝 他幫他擦唇膏 那他幫他擦唇膏 但是呢 那裏阿靈呢 他的鏡頭 是沒有拍著 這個 身體 是 他只拍著他的頭 嗯 然後就兩隻眼睛 抹到第一帶 雙木無神 雙木無神 沒有表情的 然後在那裏幫他擦唇膏 跟著圓 是 又看到這個 神經病 這是什麼結局 哎呀 知不知道這是什麼意思 要不就我綁住你 要不就你綁住我 要不就我死給你看 要不就你死給我看 這個就是你死給我看的結局 就是去到極點就是 既然我想你殺死我 但是你不肯的話 那唯有我殺死你 是 那你就永遠在我身邊 是 是 我們永遠就不會離開的了 我們兩姊妹 是 對 你推論到瘋子 這個 不是 就是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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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刻 最後那裏 是 因為他後面那些和人偶的公仔 基本上那裏都是雙子 是 其中有一隻是沒有了頭 是 是啊 那不知道 那不知道 不知道 是 究竟有沒有變成哥 不知道 但是總之就是 最後還要幫一個 幫死了的阿林 在那裏 塗 神高 然後之後 那裏 那裏真的 很瘋 他真的把阿檢那個病態 佔 不是 他本身是病態的醫療 但是原來去到最極致的時候 就是病態的佔有肉 然後就引發到這個結局 但是你覺得是 他那個扭曲的情感 推進到他 這麼瘋子 其實是 是 你覺得是會發生到 當他 當他為了綁著阿菱 然後自己滑下去 山坡那裏 那一刻我已經覺得 他沒事做不出 是啊 所以加上 我覺得沙蟲也是復復了 喂喂大哥 那我覺得 那我覺得瘋了之後的沙蟲 也做了一些 但是沙蟲 影響也是有的 也是有的 因為沙蟲的影響之下 才會去到這個地步 我自己覺得 特意瘋了那一刻 不關沙蟲的事了 可能沙蟲看到 嘩大哥 我那一刻也是不小心的 你 你這樣特意弄弄自己 我又 好像 好像 咦 你說我們有些蟲 不是喔 好像跟你不是很相同 你好像瘋了一點 所以阿檢 這個結局是 都是悲傷 但是表達情感的 那個是很恐怖的 他是用來 就是完全表達出阿檢 那個 那個有幾病的 魔法抑制的時候 最極致的 會是誰 會成怎樣 真的會變成這樣 沙蟲 原來有這招 那有第二個說法 就是沙蟲沒有辦法跟 白蟲一起去到 執行儀式的位置 對 就是有些不同的 對 最後一個結局就是這個 XBOX版 最佳最佳的 一個 最佳的 最佳的 最後一個 最佳的結局 是 那 在當時最難的難易度之下 玩完之後才能夠到 這個結局 那就是 成功擊退到這個 沙蟲 而 而在經過沙蟲的時候 八重的殘留思念也都離開了阿玲的身體 跟沙蟲一起 終於都見面了 然後就說這次要一起掉下去 永遠就不會再分開了 然後他們兩個就代替了阿簡和阿玲執行了控制制 兩人一起化為了紅之碟 就抑制了這個虛 讓街神村的阻礙也解開了 而阿玲和阿簡也都可以無事地 安全地離開了這個村 看著街神村的靈魂化為紅之碟一起升空的一幕 那阿玲那時候就說 其實我一直以來很後悔那時候 沒有捉住你的手 然後讓你掉下去 然後阿簡就說 在那時候其實我很怕會跟你分開 但是在我受不了傷之後 阿玲一直都跟我在一起 雖然我們已經沒有辦法成為一體了 但是我們不會再離開彼此 這樣就結束了 這個結局就是 一個最好的結局 就是阿簡也都想通了 就是我們沒有辦法 不會永遠一起到 但是至少這一刻我們是在一起的 這樣嗎 這樣嗎 但是這個是 我這樣 製作組形容那些什麼最差最好的話 這個是對我來說 我會形容的這個最不合理的 最不合理的句話 順道大家製作組是沒有對這個結局有什麼形容的 我會覺得是 有這個結局心理會比較平衡 但是你問我整個故事走向 這個結局是有點強硬來的 因為我 特別是你看完前面的結果 你不覺得阿簡那麼輕 才能吃懷刀 我想說 如果他那麼容易吃懷刀 不用弄那麼容易 其實我吃懷刀 不用玩那麼久 還有 如果是可以單靠 白蟲 沙蟲的靈魂就完成了儀式 就不會要 我覺得就沒有了 活人制憲那樣東西 因為不像第一集嘛 第一集是因為 條數抓到一半抓不完 所以 無賄才可以 那等我抓完剩下的數字才能完成儀式 但是這個是 但他現在也是 但他現在 那也是 本身他們要抓到 他們現在也是抓到一半的 喔 抓到一半 那也是 抓到白蟲的一半 也可以的 但他現在本身是阿簡和阿靈是 是 原意是想他們兩個去開一個新的儀式來去 蓋了沙蟲 Fail了那條數的嘛 但現在變了 但原來是可以白蟲和沙蟲去補回那條數的 好像是御刀合了一點點 但是 當然是 我覺得是 XBOX版 出這個結局 是令大家心理平衡一點的 會開心一點的 那 如果不是 原來最好的結尾就是紅之蝶 那已經是 好像當年玩紅之蝶的人 應該是會崩潰的 所以才有這麼大的回憶 就是當年 也就是 為什麼一直以來 紅之蝶那個人 好像比其他集數都高一點 就是 每個人一提就是提紅之蝶 不是提初代 或者不是提刺青之星 就是因為他這個結局是 我可不可以說他 其實最淒美 對 最淒美 其實是的 其實是的 因為 因為 智青之蝶 月蝶 魚鴨 都好 其實他是偏向感動 就是 很 很 你看完之後 你是 整件事是覺得很舒暢 有一個很感動的結局 但是 唯獨是紅之蝶 你不會有這種感覺 我抑鬱到瘋 很瘋的 很瘋的 唯獨是紅之蝶 你會 原來去到最後 都 都只有這樣的結局 就是 阿簡和阿靈 怎樣都好 都是要 都是要 其中一個 不可以再 這個 不可以再以個體去生存 就是他們去到最後 原來 都是要 在靈魂上的合二為一 這樣 然後你就會覺得 嘩 為什麼 他們那個 下場 一定會去到這樣 那 混是混得很好 那件事就是 這裏都拋一下 少少書包 就是 民族學那裏 如果民族學 或者說 風族來說 其實 是 古代以來 不止日本 很多地方 對於這個雙包胎 那個 那個文化 那個 就是那個文化的詮釋 都是 視他們為不祥 或者跟神明相關 或者會有那種 他們本圍一體 然後 分裂成兩個 這些說法 那 而對於 而對於 而基本上 古代的時候 對於雙子的角度 其實都跟 街神村的態度 差不多 要麼就當他們是在握 或是當他們是不祥之物 其實中國古代都是 有雙子都是不祥的代表 要麼就 如果 敬衛 從不祥去到 畏懼之下 就變成 敬衛 就會有 有時候 會當他們是神明 或者是一些 某些 超自然的化身 去看待 而通常 只要跟雙子 只要是雙子的話 古代 你都不方 有些什麼話場 你都會 跟儀式 那些東西有關 對 那 但是 我剛才 我之前找了一些 譬如 台灣的 有個叫 邵 邵族 就是說 有個 都是有些祭祀的傳說 譬如說 雙包胎 被殺死之後 就化為 冤魂要求祭祀 等等 其實不同地方都有這個 雙子 雙子的 一些相關的 不懂的 這樣 那 而 他 他裏面那些人的態度 其實 剛才我們沒有提到的 他其實 在這個 這個 沙蟲和柏蟲之前 那個 那對雙子母女 叫做 什麼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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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同生弄和 同生 妓 同生妓 那其實 他們兩個 我覺得他們的故事 當然 他是悲劇 但是 我想補充 當他們完成儀式之後 那些人怎麼 攀待他們 和他們 變成了另一種悲劇 就是 例如說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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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殺死了繼之後,他自己就變成極度失落 但其實基本上都... 說就說那些人很敬畏他們,但完成了儀式之後,那些人就完全不理他們 有個人偶師叫做同情他,想彌補一下他的傷痛 他爸爸來的 彌補傷痛才弄了繼的人偶給他 誰知那個人偶又引發了另一個悲劇 那其實他...我本身都看這個遊戲的時候 為什麼突然看這對巫女的呢? 主線故事上其實不是很大關係的 但這裏你想起其實是因為白蟲和沙蟲是說另一件事 阿簡龍阿玲是說他們當下的姐妹情 但其實跟儀式和文化相關的東西 他要多寫一對雙子來表達這個情況 他要寫一對完成了儀式的雙子 來表達究竟那些村民是怎樣看待雙子無女的呢? 其實到最後就是... 原來真的完成了之後 他們又需要他們 又算是敬拜他們 但同時也很害怕他們 所以就...到儀式完結了之後 其實基本上就會把他們扔到一邊 那那些所謂... 所謂...供奉他們的雙子...雙子地狀啊 或者他有個叫什麼... 作安狀他們的地方叫做... 柳木 柳木 柳木啊 等等其實都只是...其實做個樣子而已 實際上都是... 柳木本身是另一個東西來的 因為柳木本身就是說 在柳木站那個位置其實有一條... 地下通道是可以走路 表面上說是為了... 供奉他們那個... 呃...死... 他們那些... 就是單丁留下的... 單丁留下的零位 實際上是為了得救著這條路 讓他們沒有辦法走路 是啊 所以其實是... 是... 我覺得是... 是... 看完這個故事就... 啊... 他們那種古代的... 那種... 那種... 對雙子或者對於那個... 儀式的那個文化 那個處理 我覺得是... 寫得好 那... 由這種... 由這種文化之後 帶到來那些... 那些姊妹或者兄弟之間 那個情感也是... 帶得好 就是... 呃... 其實對於雙... 這個有種過程的感應是... 很...很合理的嘛 那... 但是猜不到... 就是那個悲劇是在於什麼呢? 就是... 大家對於 一起一起... 這幾個字的看法 是完全不一樣的 就是... 阿百蟲是... 其實... 大家都很愛大家 大家都想和大家一起 但是... 是搭在什麼呢? 就是... 在一起的詮釋完全不一樣 八重就是我想跟沙蟲在一起 作為個體的一切 所以他才不會認同街神村的儀式 所以想帶沙蟲走 但是沙蟲不是這樣,沙蟲就另一種看法就是 只要在一起,其實無論是否個體都無所謂 所以就變成了...不如執行儀式吧 反正我也是想跟姐姐在一起的 結果這一種原本同一個目標 但是大家的詮釋不一樣 就反而令到他們越走越遠 結果最後就變成了...最後... 最後沙蟲跌了在牙齒 然後帶回去,然後八重自己走了那個悲劇 然後這個悲劇也是阿簡... 對阿...都是阿簡跟阿... 跟阿靈那邊都是有這種情況的 那當然阿簡我覺得是... 那個...他傾向再說他的事情再變快一點 但是其實都是這樣 甚至乎...他在阿簡那裡寫多了一點點 就是他是不適用不同的方法 都要哭著阿靈,讓他不會走 那但是... 所以到最後都是要... 無論... 即是阿靈... 阿靈... 阿靈都有一些近八重的看法 但是到最後都是要... 阿簡都是說不行了 我都是覺得... 我都是接受不到 不如就... 不如就... 去執行儀式他啦 那才... 而阿靈... 為甚麼最後願意去接受儀式 就是... 我想他都... 跟那個姐姐一起這麼久都知道 算了... 他都... 去到這麼執著的時候 都只能夠去... 去做這件事 那... 那... 所以那個... 他從雙子那個古代文化 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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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寫雙子那個情感 然後... 再帶出雙子那個悲劇 那整件事是帶得很漂亮 對... 所以才是... 那麼... 那麼... 為甚麼令人... 那麼... 那麼... 動容呢? 就是他... 整件事很有根據 除了寫得很... 好令人震驚之外 就是... 特別是剛才...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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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 他... 他... 那種... 那種... 嗯... 兩隻手拉着項子之後 那個傷痕 那個形狀是類似�蝶 然後就... 蝴蝶,然後聯想成為紅色的蝴蝶 然後變成紅之蝶 這一種既殘忍又美麗的聯想 我覺得他們的心思真的很屈肌 所以是既震撼,同時也有根據 也是令人看得很難以忘懷的東西 我想都是紅之蝶是歷代經典的原因 為什麼雙之是不祥? 因為古代就是將一些異常的狀態 覺得一定是跟不祥,或是跟不吉利有關 那雙子其實是一般的兄妹 先出生後出生 但是雙子是同一胎出生 然後兩個都一樣樣子 古代是不理解這些狀態的時候 就會將這些開山很異常的狀態 視為不祥 那由這些不祥的情感 人類就會想了很多不同的方式 想去解釋它 然後又會衍生很多奇怪的形式 這個是... 都算是... 由本能,或者由傳統去產生出來的 一些奇怪的習俗 對 或者是... 我不知道這個應該是民族和社會學吧 就是... 因為你一個人出生 即是出生是一個人的 這個是最普通的狀態 然後... 你一個人出生的話 他賦予他的社會地位都是... 即是好像以往那樣的 即是這個人就是... 在這一刻出生 然後在這個家庭裡 他就有這個地位 即是他會賦予這個社會地位 但是... 當你那一胎是變成兩個人的時候 那... 本身... 賦予給這一胎的地位 本身只有一個 那你現在變成兩個 那... 那... 你怎樣去處理他... 在這個家庭裡面的... 那個... 定位 那個定位呢 即是當一個變成兩個的時候 嗯 那他們就會當這件事是異常 因為不普通的嘛 而在... 而在... 本身預定了給他的地位裡面 只有一個而已 那他們兩個 那... 你要塞哪一個上去 是 那... 那... 所以就會變成一個禁忌的... 即是一些比較... 叫做... 是... 不吉利的... 的... 象徵 是 就是... 怎樣我難聽一點說 你... 你令到這個社會是很輕的 或者你令到那個... 那個... 會令到... 人會... 就是想怎樣處理你們 怎樣處理你們 是會... 有一個麻煩 然後就會... 衍生到有那個不祥的聯想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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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將... 整... 整件事那個... 那條脈絡 我覺得是去得很美 然後... 最終你... 甚至你...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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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的紅之蝶... 就是... 正史那個結局啦 我都覺得是... 雖然我覺得是有... 有這個X-BOSS那個... 真點Good Ending 是會心理平衡一點的 但是... 我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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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 其實... 整個故事的... 走向最後... 走向紅之蝶的結局 是最... 最... 最... 最合理的啦 還有... 最有感覺的啦 就是... 你... 我覺得整條... 整條... 整條... 走向最後是... 應該是去到這個結局那裡的啦 那... 所以就... 我... 也覺得是... 那... 叫做什麼 這個... 製作組所所說的 這個最... 最... 最差的Good End 就是... 這個也是最... 最令人有感覺的Ending 那... 還有... 有件事就是... 一個很機緣巧合的就是天野月子 他在收到資料的時候 他還沒看資料 接到一個job 然後他就說 一開始聽到要幫這遊戲寫歌 這遊戲叫什麼名字?叫紅之跌 然後他就說 我第一個聽到這遊戲的名字 我第一個浮現的就是手 然後他就說 因為可以用來做出蝴蝶形狀的身體部位 就只有手心 然後他就說 他的印象裡面就是 有兩隻本身是 雙握了的手 其中一隻不見了就是紅之跌的那個 那個 他對紅之跌的那個印象 然後他收到資料 就發現為什麼一樣 哈哈 為什麼一樣 但是天野月子想的是 互相緊握的手 但是 實際的遊戲裡面就是 一個 怎樣 兩隻手 的掌印 但是 一想到 紅蝶 然後一想到 跟手有關 那一刻 那一刻是 就是 命中注定的 因為我本身真的聯想不到 我也聯想不到 因為文化 文化 語馬上 跟胡蝶同胞 有 中英台也是 中英台也是 我的聯想就只到這個位 但是他們具體的想到 跟手掌有關 我覺得是 真的 真的 因為我真的想不到 我也想不到 所以 整個 紅之蝶 整個故事是真的很棒的 還有 呃 也都是 可能因為 雙子 那個 雙子 那個文化 也是 大家最容易 想到 那些 悲劇 或者那種 古代的殘酷 那個是容易 特別是後來的 刺青之星 或者那個 魚鴉的 那個 黑霜 黑水 那些 其實有些 有些 雙子 雙子儀式 又真的很容易 令人 帶出到 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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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 最直觀的 被人 但是 有那個衝擊 那樣的感覺 那所以 是 所以 他是 種種因素 令他 成為了系列 那個最 最出名 最多人 最多人記得的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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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就差不多 沒有什麼補充 補充 都 沒有什麼 但是 關於 阿靈 在之後的下落 其實是 刺青之星 裡面 會有提到的 是的 那 即 即 即 一個人 就算 那一刻 他對於那件事 是幾 怎麼說呢 即 他是接受了那件事 但是 心裡面 也是 有 某一部分 是接受不到那件事 或者是 或者是 情感上 為什麼 理性上可以接受到 但是情感上 其實是接受不到那件事 很刺激 就是跟心虹一樣 事情是要這樣發展的 但是不代表我 我情感上 都 都 可以 可以 可以當沒有那件事 對 那 所以 對 我也 對 而這件事 也是 即 是 零 的特質 可以說是 寫人的情感 特別是紅之蝶 也是更加深化了這件事 對 因為初代的時候 其實 你說是否寫得很深入 其實不是 很簡單的 很簡單的 即 你會 你覺得 他好像有寫到這一種東西 其實就只有 真凍最後 突然間 即 好像很突然 但其實又 他有鋪排到少少 是 就是 他為什麼要 去陪巫會一起封印 王全之門 那一件事 就是 我 對 武會一個人在這裡 是很痛苦的 但是 當我接觸完他之後 我知道 如果 我是可以有能力去 去化解 即 不要說化解 和他一起 分擔 我覺得這個是我的命運 所以我決定留在這裡 即 他對於真凍那種 溫柔 或者是對於武會的那種 他是 他是有寫到的 但是 不是說寫得很深入 也就是武會對於 他 叫做 成之無女的那個 那個 那個叫做 那個叫做 命運的 那個叫做 即他是放棄了 他放棄了 那個叫做 生存下去的 意欲 他是說 這個是我的命運 那我接受 但是去到最後 就是 他的 情人 就是 令到他 會有 覺得自己這一生 活下來是有一個意義的 這一種 這一種情感 他也是有寫到的 當然不是說寫得很多 但是他也是有寫的 而把這些東西再深化下去的 就是 紅之碟裡面 他寫 阿簡和阿靈 八重三重 這兩對 雙胞胎 對於自己的姊妹的那種 那種 情 因為 他們不是單純的 姊妹情 對 其實 我覺得是 怎麼說呢 很難說 他們是包含了很多 不同種的 情感 在裡面 對 他們不是單純的 因為 雙胞胎 是姊妹 所以才對 對方執著到這樣 不是 不是那麼單純的 不是 但是 把這種 這麼複雜的 情感 他們 是用一個 即是混在一些 民族學上 然後表現出來的手法 是 在這裡 怎麼說呢 有個 有個 即是在這裡成功了 他們 花學作用是最好的 最好是這次 因為 那種 九結是真的 很 很難 我覺得 是 不是那麼容易 表達的 特別是 這些那麼扭曲的 情感 又要令到你 很有說服力 這樣 他又 真的做到那個 好東西 出到來 最後 不是純粹是對於儀式的質疑 譬如說八重對儀式的質疑 但其實都不是說什麼人不人道 他只是說 他想跟 那種話 一不一齊 跟那個 跟那個姊妹 跟那個 沙蟲 可不可以一齊 那 他說 想阻止 悲劇 他又下這些議題 但其實 最後 最深的議題 其實 不是在批判 那個 不是純粹在批判 那個儀式 是由這個儀式 帶出來那些 不同的人的情感 然後他們的交戚之下 就 呃 重要 其實是 可能那個情感是扭曲的 可能是多少有點自私的 但其實到最後 其實都是 其實 對對對 對對對方那種 都是一種愛 但是就是這種愛 令到 最後就會令到這個悲劇發生 就是最 最淒涼 最淒美的 那個感覺 就是 對 對 其實對比其他集數 因為其他集數 那種愛情是很 直的 是 沒有來到這裡 但是 當然他那種 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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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扭曲是會有的 不多不少 但是 不是這一種 的 的 怎麼說呢 那個巫女對男伴那種 是 相對善良一點的 一種愛情 對 就是 不會有這種 很不至於去做 琴扭曲 對 就是 不會有一個巫女 去到後面 不會有一個巫女 是說 我為了要留下 那個男人 所以我可以做什麼都可以 不會有這種 對 就是 很可恨 放手的 小子 那有些是 不得不易要給小子 是 對 或者有一些是 是 是 是什麼 就是 我 我命運就是要留在這裡 那 他不是屬於這裡的 那 就當然要放他走 那 當然我想和他一起生存下去 那 有一些 就是 他們那些是比較淒美一點的 一些愛情 很直的 但是 但是 你會為他動容 但不是來到這種 一種 所有東西 都扭在一塊 這樣 對 胃痛 這種是胃痛的感覺 因為 因為他們不是愛恨交纏的 其他巫女那些 其他的巫女 對於他們的男伴 對 他真的是愛 很純的 愛 但是 這裡是愛恨交纏的 就是 一來就是 我很想他留在我身邊 二來就是 為什麼你那時候要扔下我 對 然後 當 所有東西 全部 交纏在一起的時候 就 就變成了現在 阿簡和阿靈的情況 對 這東西 不是 只有熊之碟 是做這件事的 就是 在整個靈系列裡面 對 對 所以 無論故事 在故事上面 真的很特別 對 所以 亦都 亦都 亦都是 對 所以大家 就 不過 他在view那裡 不知道有沒有機會再出發 那 那 但是 是 我覺得這一集 是 故事是最 最 我覺得是 最 最令人 會有深刻印象 對 那 特別是 就是 因為你不會猜到阿靈 是真的會殺了阿簡 對 對 你沒有人會猜到這件事 對 你以為 就是原本 就是那個結果 你以為是Xbox 對 Xbox會結束 對 但我猜不到 這個意識是真的會執行 執行 所以 其實 都只是 拖延了 那 不知道 不知道最後 之後 街神村會變成怎樣 不知道 那 所以 就 零系列 就 對了 真紅之蝶 就差不多 來到這裡 對了 對了 都 認同要求 當然零系列 的評論會繼續 但是下次 就 都要 都要些時間 雖然有了Gameplay 但我 重看Gameplay 還有我的資料 都是要些時間 那我們就 還有 特別是 故事簡單的 是來到這裡 對 因為由這裡開始之後 已經由一個主角 或者是一個主角 加一個重要角色 變成三個主角 三個主角 和三個主角 剛才說 對 這次 這次 已經是 這次 已經是比第一集複雜 了 但是 都 更容易解釋 對了 我已經 月食的假面 我已經 有些 我已經開始 想到 我遲些做月食的假面 我的頭已經有點痛 對 月食的假面 我覺得不頭痛 都更比較簡單 因為他們三條線 不會交陣 是 所以 所以 都是 他們幾乎是獨立進行的 三條線 都是 除了 除了祥叔 祥叔妹有少少少 和劉哥有少少 有個 有個 交會處之外 來 劉哥和 和 和 你突然間不記得 忘了 阿 澤平叫什麼名字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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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什麼呢? 突然間忘記了 突然間忘記了 海嘯 海嘯和柳哥是完全沒見過面 都不會有交會的 你可以分開他們來講 但是青絲星和魚鴉 我就真的沒想到怎麼說 我就真的沒想到怎麼說 看完Gameplay是一回事 你要想怎麼說出來也是另一回事 所以大家要一點時間 大家就再 有了就再跟大家講 今集來到這裡 希望大家會繼續支持 我們的 零系列的評論 今集來到這裡 好嗎? 我們下星期就再跟大家講其他話題 下星期就不會是零的 我沒那麼快 看幾乎都看死我 慢慢 因為 都還要想到怎麼說故事 認真地 大家如果有看過 有看過下次請之星 不是次請之星 即是打後的 故事 三集 三集的 然後有看過故事 你就知道 我想 寫Fold 即要理清一個純的Fold 都要一點時間 對 對 所以就 對 差不多了 這個 下集 先說一下 下集 如無意外 即下一次的零 突襲 如無意外 就會是這個 月食的界面 對 對 那 對 說 左月食的界面 對 對 因為 你想 跟深紅有關系列一次過說 對 一次過說 好啊 因為深紅始終是我們的系列大主角 沒錯 對 要特別一點對待 對 都 希望 經過魚鴉 重製的 這個好消量 可以有機會有新一集 現在基本上是有一個好成績的 對 即 以一個偏門遊戲來講 全世界賣了三十四萬隻 我覺得是一個好成績 對 你不要要求每個遊戲都說 要賣個一百萬 不是 賣個五百萬 那些 那些不是 一向零都不是 喂 34萬 十幾倍 回來了 對 最高的銷量 那隻 月食的假面 還是不知道 真紅之碟只有六萬幾百萬 對 現在34萬了 很好成績 對 希望可以 即是 不出新作都好 即是不出新作都無所謂 對 我會有新的 來個 Steam版 對 翻出了這麼多集的Steam版 對 或者就HD Remaster 也好 對 之前買V沒有發過這款遊戲 有些好可惜 對 也介紹給你 好 差不多了 真的結束了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好 拜拜